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发生在长春市某冰馆里的抓捕现场 眼前的这个男人是警方跟踪了数月锁定的嫌疑人 他涉嫌与一桩重大刑事案件有关 面对突然而知的侦察员 这名男子抢作镇定 装出一切都与他无关的样子 这让侦察员更加确定了之前对他的判断 非常有心机的忙 什么事呢 考虑非常的周密 思维很整理 做事也挺果断 包括吓得我也挺狠 果然不出侦察员所料 在接下来的审讯过程中 这名嫌疑人富裕顽抗 对案情拒不交代 对作案动机更是守口如瓶 你确定他身份 你叫什么名 一听就东北口音 东北的对他来说 他心里最大的痛就是不利 想说最大的痛就是不利 他心里会明白 但是他所反映出来的 还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这个名叫李强的男人 牵涉一桩发生在两年前的命案 在2012年的4月7号 黑龙江省伯利县的一名富商 叫做段宝权 他的家人报案 称他失踪了 段宝权生于1974年 靠经营五金商店起家 因为段宝权适度 并且他和多名女子 有着不正当关系 所以警方一时间很难判断 嫌疑人的作案动机 但是就在案发后的第三天 嫌疑人给段宝权的妻子 打来了一个电话 也正是这个电话 让混沌的案情 闪现出了一丝光亮 侦察员锁定了一个怀疑目标 聚焦一线 直击现场 前晚富商深夜离奇失踪 神秘电话暴露玄机 如果说不是他所为 肯定也跟他有关系 无意间的擦身而过 没有预兆的无往之灾 亲人 朋友 情人 电话的那边 隐藏着怎样 量身定做的罪恶 一线折服之 绝望杀手正在播出 喂 您好 您谁啊 我头几天给你打电话了 老刘从这儿跑了 他在哪儿呢 跑哪儿去了 我们怎么知道 他今天早上跑了 他也没回来啊 他也没回来 他咋接电话啊 这个赵小圈就说 老刘又没回来 你要他接什么电话 实际上那边没问 所以你让他接电话 他就感觉那种非常有代用 刻意的那种 就是 表示不是发生那些那种惊喜 两个人之间对话 就是像演剧本一样 薄利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感觉到 本案并不是真正的 因赌债纠纷而发生的绑架 并且对方在电话里 一再强调 段宝权已经逃跑 似乎是急语脱身 而失踪人段宝权的妻子 好像是在配合对方 演了这出绑架 随后被绑架人 又逃跑了的戏码 我们觉得这个电话 更像是一种 就谢幕了 就把这个事 从打电话这个人 这个角度 我做个中解 这个电话我打完了 就告诉你 这事就完事了 他跑了 赵亚娟 1973年1月出生 黑龙江省伯利县人 据了解 段宝权与赵亚娟 长期情感不和 事实上 他们在2009年 就已经离了婚 但二人离婚 不离家 仍然生活在一起 警方之所以 对他产生怀疑 除了之前的 那个勒索电话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按照赵亚娟的想法 离婚之后 财产平分 但是段宝权 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个段宝权 离婚的时候 跟赵亚娟说过 你那里孩子我可以 但你的精神出户 是小孩的财产 你一两年拿不走 赵亚娟跟他说对话 他始终也没理解 警方分析 婚婚的矛盾 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不公 很可能让赵亚娟 一直怀恨在心 从而寻击 杀害了前夫段宝权 为了掩盖罪行 还刻意制造了一起 因巨额赌债 而遭遇绑架的假象 判断 如果这个人 段宝权 是失踪也好 是被害也好 谁 受益最大 虽然他俩离婚了 他不是遗产的继承人 但是他俩是有个儿子 他是孩子的唯一的监惑人 他会见解活力 不仅如此 在侦查中 警方一直觉得 段宝权的前妻赵亚娟 有作秀之嫌 除此之外 志宗人段宝权的朋友 讲述了另外一个细节 也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说他这个人 他比较心急 因为他曾经 因为 段宝权呢 在外面有情人嘛 就是 曾经他自己 派别人 去把他情人家 布格雷给砸了 段宝权回家 就把说法权给打了 那时候不两天 他家布格雷也被砸了 这样他就跟段宝权说 那肯定是谁谁谁砸的 在段宝权去找他这个异性朋友呢 给他的异性朋友打来 所有的细节 全都这个反复的推销 研究了之后 这个案件 就是与赵亚娟的关 不是直接关系 他也肯定应该知情 但是 这种怀疑 面临一个很大的障碍 因为段宝权的家人 普遍认为 段宝权的前妻赵亚娟 性格开朗 做事勤快 能吃苦 对家人和孩子 也是毫无条件的付出 即使是在与段宝权离婚后 也一直恪守复道 依然照顾着段宝权的生活起居 对他的亲人和一些邻居的求证 赵娟和段宝权 他们两个是属于患难夫妻 在初期的时候 他们两个经营了一个小的五金商店 两个人可以说就是日夜打拼 被害人自己的家属 这个兄弟姊妹 对赵亚娟还是比较认可的 算是比较贤惠 相夫教旨 段宝权的兄弟姐妹们很难想象 这样的一个女人 会对自己的丈夫下手 再说 如果她有嫌疑 要想对一个身体强壮的男人下手 仅凭她一个女人很难做到 她一定得有帮手 如果说这起案件 是赵亚娟做的这个案 她要再找同案这块 她可能都会非常慎重 一定会是 要不然就是互不相识 这种网上买雄 不用实际见面 要不然另一种 就是她可能会选取一个 她最信任的人 那一个女人最信任的人 我们认为 要不然就是她直接亲手 如果真有警方判断 真正的帮凶并有其人 那么 他们在与赵亚娟取得联系 商量谋划的过程中 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可是 如何才能找到相关证据呢 在她身边 循环往复的 蹲守跟踪 掌握她每天的活动情况 接触人情况 活动事件 始终没有发现 赵亚娟 没有大宗的银行转账记录 也没有通过网络社交渠道 与什么人往来 赵亚娟的人际关系异常简单 她甚至与自己的亲属都很少往来 她的种种表现 根本不像是一起杀人案的主谋 而案件久针未破 疑似失踪人段宝权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有些话 谁也做不到天衣无缝 他早晚会露出一些麻将 既然我们判断 他肯定会有同案 那么他不可能永远不合 这些同案原则 就在段宝权失踪一年多之后的2013年11月 侦察员得到消息 赵亚娟带着儿子突然到山东省日照市定居生活 并迁移了户口 这个消息让警方敏锐地意识到 之前的侦察方向并没有错 赵亚娟一定有问题 被害人是死是活 不知道 这种情况下就脱离了跟丈夫生存的环境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种感情 我得把这个门守住 我得等你回家 除非在你内心当中 你已经有准确的答案 他不可能回来 前夫下落不明 赵亚娟却突然间 只身带着孩子来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城市生活 这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 他为什么不等丈夫回家 除非他已经明确的知道 他的丈夫已经死了 这案组经过研判确信 只要没有怀疑错人 只要调查的方向是正确的 就一定能够等到破案的时机 千万富商深夜失踪 警方竭力追查 谁是幕后真凶 完美的骗局 在何时露出玄机 一线折服之 绝望杀手正在不出 尽管黑龙江省伯立县 与山东省日照市相隔千里 但是伯立县公安局的信息研判组 随时在网络空间严密的搜寻目标 与赵亚军有关的各种电子卡 银行账户等所有信息 都在网上作战平台碰撞 果然 2014年10月 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的银行交易 有一些反差 他是集中在一个时间段 几天时间 每天的都是 一笔最高限额的3000 最多的每天取无笔 和支出有几万块钱 根据观察 赵亚军在山东日照生活的将近一年多的时间里 他和孩子的生活十分节节 作为一个女人 他甚至极少为自己添置衣服 如果是故凶杀人 时隔两年之后 他突然接连几天提出几万元钱 会不会是认为警方已经放弃调查 而放松了警惕 而这笔钱是在对方的催促下 用于交付佣金呢 如果是这样 赵亚军和这个人用什么方式取得联系 并成功躲过了警方的调查呢 我们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 15人 赴山东日照实地开展工作 每天在当地小区物业的监控室 对其进行监控 另外两人在他长出路的点进行蹲守 尽管经过一个多月的蹲守 并没有发现赵亚军的生活有什么异常 但是在对小区的工作人员进行秘密走访时 一名小区清洁工无意间将警方讲起了这样一个细节 赵亚军在山东日照 买房子装修的期间 这个人的出现让侦察员使掉不及 因为此前 从被害人段宝权的亲属朋友当关系中 均未反映出这个人与段宝权有过接触或矛盾 他并不具备作案动机 那么这个人与赵亚军是什么关系 他们是案发前就认识 还是在案发后才新结识的呢 通过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 我们对赵亚军在全国的轨迹 重新进行了一次梳理 以及深度研判 然后在一次同程飞机 同航班的条件下 发现了一名黑龙疆疾的陌生男子 这个发现他老家是吉林九台的 这俩军老家也是吉林九台 我们又对他俩的这个轨迹呢 进行一下 比对碰撞吧 发现 这名男子 出云伪迹他俩有多次相同的地方 经调查 干净男子叫李强 男1975年出生 成长的家木私事 2008年起 在山东省威海市定居 已婚 育有一子 无固定职业 咱们找这个物业人员 把他的照片放了一个 辨认 他没辨认出来 咱就有点决心 就不是那么坚定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一种巧合 警方分析 这个人的出现有诸多诡异之处 如果说他不是那个出现在赵亚娟家里的人 他也一定与段宝权的失踪有关 第一就是说李强这个人是赵亚娟花权雇来的 但是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 在对李强和赵亚娟的一些银行账户的分析上 没有发现直接的证据 说赵亚娟和李强有任何的经济网络 那么在这起案件中 李强到底是什么角色 假设这起案件与他有关 他与赵亚娟之间又是如何避开警方的侦查 取得联系的呢 而这也是让侦查员最为费解的地方 根本就没有获取和他俩有直接联系的这种渠道 这个秘密的方式到底是什么呢 信息研判组经过严密的搜寻 终于得出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令侦查员们十分惊讶 因为他俩在传奇游戏有过多次聊天记录 因为获取之后发现了他俩在聊天中 曾经提到过就是与段宝泉有关的话题 所有的侦查员也都是大为惊讶 说明了这二人反侦查意识非常强 为了尽快查清真相 专案组随即派出一组人员 赴山东危海市李强的居所 寻找李强的作案证据 对李强跟踪了二十多天的时候 很幸运的 也是秘密的 获取了李强家中的生活垃圾 并且由我们侦查员邮寄回我们市局 技术部门对其进行检验 获取到李强的DNA样本对侦破此案至关重要 因为2012年4月 伯利县富商段宝泉失踪之后 段宝泉的朋友偶然发现 他所驾驶的黑色别克轿车停在了他的情人家附近 侦查员经过勘验 在段宝泉的车内发现了极其容易被忽略的血迹 经比对 其中一处血迹可以确定是段宝泉的 而另外一个人的血迹应该是嫌疑人的 结果是李强的DNA 与案发当时被害人车中 另一人的不明血迹的DNA 完全违和 为同一血迹 通过命运提取的DNA 已经确认李强在案发当夜 与段宝泉发生过打斗 可以认定为凶手 因此现在可以对着两人实施抓捕 2014年的12月22号 黑龙江省七泰河市伯利县警方 分别在吉林长春和山东日照 将犯罪嫌疑人李强赵亚军抓获 并且连夜驱车将他们押回了七泰河 归案后的赵亚军态度强硬 拒不交代犯罪事实 还说警方冤枉了 得知赵亚军也同时归案的李强 对整个案件的作案过程手口如瓶 他向警方提出 他想对着镜头向赵亚军说几句话 在这段视频中李强声音哽咽 那他和赵亚军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他为什么口口声声的说是他害了赵亚军呢 一段无法结束的灭缘 一段迷途的错位情缘 希望向左 绝望向右 究竟是什么葬送了婚姻 又是什么驱使了这场暴力 一线折服之 绝望杀手正在播出 2012年4月5日这点晚上 赵亚军安顿儿子睡下之后 他自己却迟迟无法入睡 想到此刻 前夫段宝全不知道正在与哪个情人约会 他就感到怒火中烧 这些年 他几乎都是在这样的等待和愤怒中度过的 这样条件好了 就开始我就感觉到他外边就是有女人了 不止一个 我就气就不行了 我那时候就是精神就特别不好 天天就是风暴眼 赵亚军说 就在他辗转难眠的时候 晚上11点多 前夫段宝全回家了 通过段宝全身上浓烈的酒精 混杂着香水的味道 他知道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气儿一来就行 痛快儿长死就得了 就这样 上午他又困他睡不着睡不着觉那段时间 呃 睡眠更好了 要睡觉要 我就直接堵给他来 去吃 其实就睡着了 赵亚军就在网上 告诉那个李强 说睡着了 你过来吧 赵亚军说 他之所以决心杀害前夫段宝全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常年包养情人 更是想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着一场噩梦般的婚姻 赵亚军和段宝全应该算是患难夫妻 十七年前 两个家庭都不富裕的年轻人走到一起时 日子过得捉襟见肘 两人一起辛辛苦苦经营着一家五金商店 赵亚军说 当时只想找个人踏踏实实过日子 不成想 则是家里的生意越做越好 段宝全成了柏丽县有名的千万富商 那之后段宝全不仅在外面包养情人 还变得适渡如命 更加可怕的是 稍有不顺心 段宝全就对他大打出手 他耍钱输了 回来了 他就拿我下气 几句话说 不顺耳的 就走 段宝全儿子跟我们反应的 对孩子也不算太好 有时候 耍钱 赌钱回家了 一个是拿赵亚军撒气 有时候对孩子也经常打麻 更让赵亚军绝望的是 段宝全还把情人领回了家 受情人挑唆 而对他实施暴力 他说 这种长达十多年的痛苦折磨 把他和段宝全的婚姻推向了决裂 我就说咱俩离婚吧 我就要孩子 然后他就说 那你要要孩子的话 就给你一套房产 就得了 你要是想多药 想起诉药 那我就要你有命药 没命荒 我也答应了 也是因为他长期这么对我实施暴力 我也没有那些钱我也能活着 在赵亚军看来 与段宝全离的婚就可以过上平静的日子 但是他说平静的日子仅仅维持一天 离了婚 手去办完了之后 他走了一天 他就毁了 不走 赵亚军这人 打人也是比较 下手比较狠 离婚了 更加肆无忌惮 还把情人离回家 赵亚军如果 稍有 不满意的地方 就打打出手 我们对赵亚军的一些审讯 他自己的供述 在离婚之后 段宝全也告诉赵亚军 你不行找别人 如果你要找别人的话 我们的财产 我全部收回 我这人事件都作弊 我自己觉得没有活路了 告诉我 那你要是死 你就死 你就这个房子给你当分行地 你要是疯了 你就上三楼 我就故意看着你 根据赵亚军的交代 就在他与段宝全离婚的半年多之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 他去加莫斯的叔叔家小住几天 期间他突然就想起一个人 其实正好看见他 就是他们家的邻居了 然后就是 就是也是突然就想起来 不知道这个小孩怎么样 就要了个电话 赵亚军所说的这个人就是李强 李强40岁 黑龙江省加莫斯人 根据李强讲述 他与赵亚军可以算是彼此的初恋 而那已经是18年前的事情了 在火车上认识呢 然后聊得挺特别的吧 挺难关系的 他那一说话 他是我叔家的领域 就那么巧 反正就是彼此感觉 就是印象挺好的 同人性的 在通信的日子里 尽管谁也没明说 但李强和赵亚军都把对方当成了恋人 但是因为两人相隔两地 赵亚军的家人对这段感情并不看好 刚刚萌生的爱情就此夭折 在后来 他家搬家了 我也在那不念了 就断了 18年后 赵亚军再次和李强取得了联系 每天都在QQ上摇一阵子 慢慢的已经成了两个人的习惯 赵亚军就把李强当做一个知己 就总把段宝权对他实施家暴 这些种种的行为 总跟李强进行诉苦 就完全挺不幸的 走到那一步上 想走他走不了 离了也不行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就是 心里头有那么一点点忌妒 此后 赵亚军和李强常在长春 哈尔滨 七台河等地见面约会 两个人的感情逐渐升温 一边是可以信赖的初恋情人李强 一边是仍在不断施暴的前夫段宝权 赵亚军说 相比之下 让他对段宝权更加充满了怨恨 而段宝权不会知道 早在他被杀害的半年前 赵亚军就已经开始产生了恶念 就是就觉得没有人帮我了 我就走 让他给我别人 就绝路了 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人能帮我 赵亚军就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不行就最多富人喜 李强开始是没拿到当回事的 以为他在开玩笑 等到 11年内下半年之后了 这个赵亚军就非常前列了 后来赵亚军多次在网上跟他说 说我要让他笑死 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有了李强 赵亚军说 他一直在等一个下手的时机 2012年初 李强多次从青岛赶到了伯利县 与赵亚军就如何作案 作案后如何转移尸体 再到仪器作案车辆和工具 每个环节都事先做了周密准备 2012年4月5日晚上11点 当段宝泉带着一身酒气和香水的气味 回到家里时 赵亚军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在给段宝泉喂下安眠药 看着这个曾给他带来痛苦的男人熟睡之后 他向李强发出了行动信号 赵亚军就在网上告诉李强 最早了就过来吧 把这个断宝泉带门打开 李强呢 就拿着赵亚军就到了断宝泉带 我就告诉他宅哪屋 我让他留宅哪屋 李强进头是用那个点字的压力杆 头部打了三次下 当时断宝泉带 之前还打呼噜吗 打完之后就 呼噜声也没了 呼吸也没了 为了躲避警方的侦查 李强将断宝泉的轿车 抛至其情人家附近 然后将断宝泉的尸体转移到加莫斯 埋藏在父亲家院内的一口废弃的菜窖里 此后他两次以药赌债 拨打勒索电话等假象 干扰和转移公安机关侦查视线 并销毁所有聊天记录和工具 断绝一切联系 我整天生活在就是被他瞪眼的那个恐惧中 总觉得他没死 他还会回了我瞪眼的那种感觉 自己现在犯了一个错误 后悔什么也来不及来 如果说赵亚军和李强的作案动机 真的像他们所供述的那样 是因为家庭暴力 那么赵亚军解决问题的途径 可以有很多种 比如他找妇联 找妇女的公益组织求助 或者他可以拨打110报警电话 并且就在不久之前 罪告人民法院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 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 这为那些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提供了更为有力的保护 这里是一线 我是陆辰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